上一期视频给大家演示了 如何在12代的小主机上 安装双网路由系统 虽然在12代的小主机上演示 但是也是通用于其他的X86的小主机的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就教大家 如何在PVE上安装NAS虚拟机 那么本次给大家演示的系统 是DS918 7.1的版本 镜像文件和银档文件 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取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着大家玩虚拟机的金水 好 首先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虚拟机的后台 在这需要新建一个虚拟机 名称我们就输入NAS 然后点击下一步 操作系统这里 我们选择不使用任何介质 然后点击下一步 系统这里 机型我们选择Q35 那么如果你选择其他的话 将不能被引导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硬盘这里我们选择默认 好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我们来到CPU核心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一个多系统的话 建立合理分配一下你的核心 不然后去的PVE的虚拟机会出现崩溃的一些问题 如果是单个系统的话 核心最低建议大家也要给到4核 在这儿呢我们就给4个核心 那类别这里呢我们接着往下拉选择host 上一期视频呢有小伙伴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说之前up主并没有提到host的这个选项 那么相对于这个选项 它的CPU的性能呢是最接近物理级的 在这儿呢一定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 好我们设置完成之后呢直接点下一步 内存这里呢也是同理 那么多个系统呢需要合理分配你的内存 NAS这里呢大概2G左右就足够了 那当然你有更多的可以稍微多分一点 除非你这个系统呢是以NAS为主的 而且要在NAS上跑更多的容器或者是插件 如果不是这样呢建议不要超过4G 那如果你需要很多的内容的话呢 建议给到8G就OK了 我在这儿呢就给2G就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网络这里呢我们选择默认 点击下一步 确认无误之后我们点击完成 稍微等一会儿虚拟机就创建完成了 我们点击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虚拟机 我们找到硬盘 点击分离 点击是 那接下来呢就会出现未使用的磁盘 那我们选择 选择之后呢我们点击移除 然后呢我们上传我们的镜像 接下来呢我们点击Local 选择ISO镜像 点击上传 选择我们之前刚下载好的镜像文件 然后呢点击完成 上传完成之后呢 系统会给我们弹出这么一个界面 那看到这个界面呢就说明我们已经上传完成了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复制它的路径 我们选择复制路径 然后找到我们之前准备好的代码 把中间的内容呢替换成我们刚刚复制下来的路径 接下来呢就是要把门牌号修改成NAS的门牌号 也就是改成102 修改完成之后呢我们全选复制 然后呢来到PVE的节点 我们找到Share来到它的控制台 把我们刚才复制好的代码呢一起粘贴上去 回车等待跑码完成 那出现这段代码呢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程序已经制作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来到NAS虚拟机 我们来到硬件 这里面呢会有一个未使用的磁盘 那我们同样选择点击编辑 这边这里呢我们选择θ 然后点击添加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磁盘 点击添加 选择磁盘 存储这里面呢我们选择现成的就可以了 这个磁盘的大小呢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你的硬盘的大小来决定 我在这呢就给50G就好了 这里面我们选用的50G的空间呢是虚拟出来的硬盘 在我们设置完成之后呢 后面我们会加进一个直通的硬盘进来 然后点击添加 添加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到选项 然后选择引导顺序 点击编辑 前面两个引导顺序呢我们都需要把这个钩取掉 那接下来呢就把我们刚才添加了set0选上 然后把它移到第一顺位启动 然后呢我们点击完成 这样呢我们的虚拟机就设置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来到控制台 好我们点击开机 那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开机的启动画面 那第一个选项呢是USB启动 那第二个选项呢就是set启动 我们点击键盘上的上下按键 那移动风标 选到了第二个选项 然后按回车 出现这段代码之后呢就说明我们已经解析完成 已经在正常启动中了 现在呢你可以下载一个群晖助手来查找设备 当然呢还有一种更土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打开网页 来到我们的主路由的后台 我们在物理连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连接的一些设备 由于我这是一个新的设备 并且只连接了一台电脑 那么在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备 那它的备注呢是diskstation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NAS虚拟机了 而且呢我们可以在后面看到它的IP地址 它的IP地址是192.168.10.101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动分给NAS的虚拟地址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重开一个页面 把这个地址输入进去之后就可以来到NAS的后台了 好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就自动识别出我们的设备了 然后呢我们点击安装 那这里呢我们选择手动上传文件 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之间下载好的PAT的文件上传就好了 往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勾选我了解 然后继续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等待就好了 好 看到这个画面呢就代表我们的NAS已经安装完成了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提示创建好我们的用户名 密码 然后点击下一步 那更新选项这里呢我们选择手动安装 然后点击下一步 系统账号这里呢我们就跳过了 因为黑群灰呢是非常不建议的 然后提交 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进入NAS的后台系统了 那么到此为止我们的NAS虚拟机呢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叫大家来直通硬盘 那这次呢我用的是一个500G的NVMe来进行演示 首先呢我们来到PVE的节点 选择Share 那么输入这段指令 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存储设备里的虚拟号 因为现在目前新版本的设备 即便我们能直通 它的设备名称也不能完全的识别出来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通过这条命令来查它的虚拟号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找到我的这个磁盘 那就是这一串 那我们把这一串呢就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之前准备好的这段命令 然后把中间这段呢全部复制过来 同样前面的门牌号呢要改成NAS虚拟机的门牌号 CTE这边我们根据自己的设备的硬盘数字来修改一下就好了 那由于我这边的硬盘呢 其实挂载了两个 一个SATA0另外一个SATA1 在这呢我们就要把它修改成SATA2 修改完成之后呢我们复制这段代码 然后呢我们回到PVE 把刚才修改好的整段命令粘贴上去点击回车 那么出现这一段代码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个直通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我们的NAS虚拟机 点击硬件 这个SATA2呢就是我们刚才直通好的这个硬盘了 我们启动NAS虚拟机找到它的后台 点击左上角的菜单点击存储管理器 在总览这里面找到HDD 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直通好的硬盘了 其中这50G呢是我们虚拟出来的硬盘 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直通过来的了 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拷贝速度 那整体的速度呢是可以跑满2.5G带宽的 是非常正常 好以上呢就是在PVE上创建NAS虚拟机跟直通硬盘的内容了 金水呢在这里给大家提个设 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合理分配你的CPU的核心内存跟硬盘 那不然机器在运行之中呢是非常有可能会崩溃的 那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那欢迎各楼大神分享到其他的更好的安装方法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在你安装NAS虚拟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做的还不错 那就麻烦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 都会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